我覺得造成大家如果對超派炸雞有所誤解的話 我跟文哥在這邊鄭重跟各位道個歉 不好意思 我們會誠心認錯 而且我們會馬上改過 有錯我們就認 那的確是我們超派炸雞新竹巨城店 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並沒有把規矩做好 對不起 真的是不好意思 辛苦了 謝謝 對不起 我的東西 你可以說我不好吃 不合你的意 但是你說我的東西 像垃圾一樣 連狗都不吃 是啊 關於跟Toys之間的事情 到現在可以告一段落 落幕了 因為我看了館長對這件事情的評論 他說我給你一個建議 對於Toys 也就是他嘴邊的肉 他想怎麼玩你就玩你 從此之後館長也變我偶像 因為連館長XX不過他 XX過他也是正常 他就說你就不用講那麼多 有錯就認 就不要臉 成功有三要素 堅持 不要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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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持人超哥 那我右手邊是我超派炸雞的聯合創辦人文哥 大家好我是文哥 這幾天呢 我相信大家手機打開都會被超派炸雞的消息轟炸 因為Toys先生他到我們新竹巨城店去拍攝的時候呢 take到我們超派炸雞巨城店的一個員工拿著一桶不明議題 倒在水溝裡面 然後他們去看呢這個水溝蓋上面殘留著這個粉渣跟殘料 那我們今天針對這個事情我們總部有去思考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我覺得造成大家如果對超派炸雞有所誤解的話 我跟文哥在這邊鄭重跟各位道個歉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們會誠心認錯 而且我們會馬上改過 其實當天我們就很緊急很火速的去了解這件事情 那他給我們的回應是 廢油漏完 那他們把這個鍋子然後洗乾淨 那洗乾淨了以後他那個泡沫水 因為他說他們的可能排水不良 所以他們就倒到他們房東門口的一個水溝 那倒完他們會清乾淨 有錯我們就認 對 那的確是我們超派炸雞 新竹巨城店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並沒有把規矩做好 經過這件事情我們總部也有規定以後的 直營店也好 加盟店也好 只要廢油鍋洗完 你裡面的殘渣 就是要撈乾淨 放到廚餘桶回收 然後我們也跟社會大眾表達抱歉 那新竹巨城店的確疏忽了 我們會要求改善 那這次事件我覺得造成了社會大眾 然後動到這麼多社會資源 我覺得我應該要代表超派炸雞的總部 跟大家說一聲 對不起 真的是不好意思 辛苦了 謝謝 對不起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昨天連發四篇文 因為我看著 我們這個品牌從沒有到有 有看到文歌文嫂 看到我們每一個店員貢獻他的所長 做這個品牌 我們一定希望它是好吃的 我也真心覺得我的東西沒有那麼差 所以當我看到這樣子很極端的言語說 連狗都不吃的時候 正常人我跟你講那一定是暴走 真的是狗都不吃 真的非常非常的難吃 我的東西你可以說我不好吃不合你的意 但是你說我的東西 像垃圾一樣 連狗都不吃 是啊 然後價格的問題 我們的用料可能跟人家不一樣 我跟文哥追求的就是溫體機 新鮮的 然後用好的油去炸 定期換油 其實它本來的成本就很高 如果你今天的標準稍微說一點 比方說我們的雞排是八兩上 如果你今天雞排是六兩 六兩我們就可以賣大概可能一片大概六十五七十塊 我們也可以跟市場一樣 只是那個吃起來沒有飽足感 我們都喜歡大 對啦 我們什麼都喜歡大 大一點就是特別一點大一點口感好一點 我們的出發點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Toys爆的第二天 每一間超牌炸機都是爆滿 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個從永和下雨 一個媽媽大概六十歲騎摩托車 她說她兒子是你的鐵粉 然後她說超牌炸機有上新聞 然後感覺被傷害啊怎麼樣啊 然後她兒子特別叫她來買一個超牌炸機 回家全家要支持超哥 我們都有支持你啊 我今天就特別來買 真的喔謝謝啦 你也來買耶 小孩子只想叫我來買 今天看到這個負面的時候叫我來支持 謝謝啦謝謝啦 哇好感動喔 那個媽媽來回購跟我講的這一段話 其實我心裡很暖 結果後來還有印尼的一家人 我說你們怎麼會來 他說他們看了影片過來吃的 他在影片認識超哥 超哥的為人 然後他做的東西 所以他想要來試試看 第一次來吃嗎 第一次啊 好吃嗎你們覺得 因為我們從印尼來啊 印尼來喔 謝謝謝謝 關於跟Toys之間的事情 到現在可以告一段落落幕了 因為我看了館長對這件事情的評論 他說我給你一個建議 對於Toys呢 也就是他嘴邊的肉 他想怎麼玩你就玩你 超哥是吧 你要跟他開戰喔 你就是他嘴邊的肉 吵架要講邏輯吧 你就是他嘴邊的肉 我就講到這邊就好了 我相信館長跟他交過手啦 他的特性就是這樣 那他也沒有什麼底線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身段柔軟 像流沙一樣 像史萊姆打一拳以後 他會把你纏住 所以你搞不過他 你不用跟他講啦 他根本就不在意啦 你們網紅的世界好複雜啊 這次世界弄得我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告訴你館長 從此之後館長也變我偶像了 因為連館長都XX不過他 XX過他也是正常的 你會講什麼我都知道 什麼他什麼販毒啊 他就是一個什麼炸毒啊 你講這個東西他 他不在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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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在意乎 好不好 他不會在意乎 真的 他就說你就不用講那麼多 有錯對不對 就不要臉 這成功有三要素 堅持 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 人嘛 輕鬆一點 我跟文哥都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兩個才會keep put put 我們對很多東西 我們會太較真 太嚴肅 對自己的要求會太多 我們就身段柔軟一點 不用像人家說 人家那個人家吐我 我們就像狗一樣 出去要休息 我說狗是我 不是說你 我們在今年5月開幕 那時候是台灣肌肉歷史的天花板 價格是最高的時候 最貴 那隨著現在到了10月 肌肉價格回落的時候 我想沒有一個任何商家會下修的買 我們有有有有 現在我們店裡 譬如說我們雞排一開始我們是120 八兩以上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只要搭配 可能買一瓶飲料啊 買一個一塊的袋子 一片99 一片99 所以是我跟超哥就是說 雞肉醬我們也跟著醬 所以我們雞排一片99 這樣99就代表說 我們跟市面上比方說 其他有一些知名品牌啊 賣100啊 100 120 那我們就是差不多價格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文哥有提出來一個方案 就謝謝TOYS幫我們注意到 我們分店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辦一個活動 大家互利一下 如果在10月的12號 跟10月的13號 你每一組客人每一張單 我們讓你 一個人投一片 99 然後我們再折19塊買TOYS的19茶 然後就是80塊一片 希望說大家除了支持19茶以外 那也試試看TOYS評論的 這個連狗都不吃的炸雞 雞排 是不是有這麼難吃